Liu的花真子丹两位巨星 正在香港出席由王金指导的电影《追龙手印》里 提到早前王金笑颜 华仔跟丹爷的片酬太高 自己快连饭都没得吃 华仔竟然这样回答 活该啊 丹爷更形容这部电影是很不像王金的王金电影 华仔又怎么看呢 找回他以前 因为他真的 这个太久没有很认真的去拍部电影 所以这一次真的以前 比如说我们以前有拍过《自尊无双》 那些我们雷洛以前也是他监制的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有那份情怀的 那所以我希望这一次之后他会越来越好 我觉得第一次因为王金他重新再把那个时代的一个一个氛围 重新再呈现一次在观众面前 然后我们这一群的演员最重要就是可以达到大家心目中的想象 也希望就是这一次我自己看到 没想过那么久 这学了很久 学了很久 其实乔州话是一个非常难的一种方言 然后我确实是花了很长时间去把它很标准地把它说出来 香港报道